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欢迎听朋友持续收听News98 98新闻台 季节节目每天下午3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起真问候大招 台股今天是大涨了151点 指数来到了16672 成家量部分放大来到了3589亿 价值数涨了0.91个百分点 但是OTC指数的部分是下跌了0.9个百分点 细节上赶快来邀请专家了 因为今天有一些累股 老师有事先预告今天跌得蛮凶的 但是有些股票 我们在猜谜的股票已经涨上去了 赶快来邀请专家 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老师 老师好 亲爱的News98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严老师 四天的一个廉价已经过去了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台股的一个表现 跟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先行预告的 我相信是绝对的一致 未来的一个大盘 其实的话还是要注意到 所谓的个股上面的一个表现 个股表现的话就代表说 你对于个股的一个看法上面 你的眼光到底好不好 那以今天的话 今天的成交量 在所谓的廉价过后 它的成交量 代表人气已经回来了 成交量的话来到3589亿 那我相信这个 廉价之前的话 大概这个成交量 大概都是维持在2200亿附近 那为什么说目前为止的话 今天的成交量有开始放大 这个最主要的话 就是说有些不确定的因素 那目前为止的话 都逐渐在消除当中 那何况这个大盘 是属于一个打底 目前为止有机会完成 所以说今天的话 有去挑战这个52均线 那我跟先大家报告一下 52均线的一个位置 趋在16642点 今天的一个收盘 在16672点 也就是说有站上 那有站上的一个大盘 要怎么样来操作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明天的一个成交量 还是要维持在3000亿附近 不能说的很多 如果说说的很多的话 可能这个大盘 又会回到原来的一个区间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 在所谓的休假以前的话 我相信我们持续的 跟大家来验证 这个2454的联发科 好那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话 联发科在10月6号 最高的话是来到790块钱 我说很可惜的 差两块钱没有过 那当然这个 这个放假回来之后的话 这个联发科突然怎么样 这个挖粪图强了 那开盘的话 就开在790块钱 那今天的一个收盘 来到814块钱 那也正式的完成了 严老师跟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 一个前高的一个位置 去已经突破 当然我们的会员有操作 有操作 你在我们的赖的族群里面的话 我相信从上个礼拜 应该都有陆陆续续看到 这档股票了 那这档股票我跟大家复习一下 这档股票其实的话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参考的依据在10月3号 跟10月4号 这两根K半的话呈现所谓的反极线 我说这个多方讯号里面就是以反极线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证据上面是比较明显 那看到所谓的反极线之后 未来那有出现补量上攻 那股价就有机会持续的往上涨 那联发科的股价来到816块钱 我们的特别会员手中有这档股票 有这档股票 那应该是赚钱的 那目前为止的话 联发科的一个周KD的话 它已经呈现所谓的突破的形态 所以说目前为止的话 可能有机会了 会一路的大涨 那所以说你听老师广播节目的 你最少得到一个验证 我们对股票的一个看法 完完全全是透明的 我们直接在news98频道里面 跟大家这个持续的验证 但是这个广播节目 仅供参考 投资团人你就是把颜老师 对于这个2454联发科的 一个所谓的技术分析的一个看法 我希望说你能够学会 其实学会一个东西的话 比你去赚到钱 我认为要更高兴 第二个跟大家验证 就是说我们对AI的一个看法 我相信你这个长期 收听老师节目的 你都会认为说老师这个乌鸦嘴 那为什么在节目里面 好像对于这个AI概念股 尤其是伺服器的部分 都完全不看好 其实颜老师不是不看好 他基本面真的很漂亮 因为你今天看到报当杂志 他有告诉你说 目前为止有六家厂商 他下单水的台积电 今天的台积电上涨12块 如果说你换算这个加仙指数 接近100点 接近100点 今天的话台积电是利多消息 你说他上涨12块钱 但是其他AI概念股里面 去下单子的这些厂商 反而是重挫 这个让人家没办法去 就是说不可思议 如果说是站在基本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这家公司 我下单给其真这家公司 到底说我有接到订单吗 那其真接到我的订单他去做 那他的股价上涨 那没有说 不可能说我的股价是下跌 所以说我用这个来证明说 有时候你去看基本面 你没有注意到所谓的筹码面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反而很容易受伤 那举个例子好不好 那今天的一个见准 那今天的话跌停板 那今天的一个伪创 下跌的几乎9% 快达到跌停板了 那2388的威胜 今天也跌幅接近了7% 甚至之前很强的广达 今天股价也是下跌了6% 包含音乐达下跌的5% 那都是今天跌幅比较大的 那我也不知道说你手中到底有没有广达音乐达威胜伟创见准 如果有的话 我还是持续的关心大家了 可以跟我们联络一下 没有关系 我们能够帮的我们就一定会帮 而且这个帮助是完全是无偿的 我们非常关心 我们news98 这个所谓的投资人 他对AI概念股的一个操作 其实任何的股票都一样 不要看到基本面去操作的股票 那就以AI来做一个例子 希望说大家未来的一个操作里面的话 你不只要看基本面 你甚至那个技术面的话 你就要注意一下 那当然今天的联发科大涨的话 就有人说对不对 他有利多消息 其实的话也没什么利多消息 那联发科的股价在创新高以后 就有利多消息 说他接到订单 顺便把这个3413的创意 你今天也直接开高走高 这1500块钱的股票 能够拉到涨停满也不简单 是很厉害 今天上涨了140块 好强好强 所以说这个股票操作的话 我还是要回到这个 投马面的一个判断 应该是大于 所谓的基本面的一个消息 那当然今天最强的就是 好这个创意也好 联发科也好 你选对股票找对的 你都赚得到钱 那如果说你有听严老师劝的 你可能在上个礼拜 甚至上上个礼拜 你可能在AI干年股的部分 你有调节的话 那老师还是要恭喜你 你至少受伤不是那么重 其实一般买AI干年股的人 他们比较着重在基本面 这个严老师不反对 但是有时候 这个基本面的消息 它是跟股价是没有任何的联动性的 甚至是说它是反指标的 这边跟大家稍微商量一下 那来聊聊我们的操作 严老师今天的话 顺势的我们把我们会员家族手中的股票 今天的话大概还不错 有些股票可能要做到一个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 那我这边大概的跟我们的会员家族报告一下 也许你们就是这些会员等级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 专农跟清贷 我们卖出去的一档股票是低润干年股的 赚了5% 那我们准备做第二次的操作 那单股会员跟尊农会员跟清贷会员的话 我们今天有卖出去大概六十几块钱的一档股票 那由于它最近创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我们今天定了一个价钱 我们卖出去了 那获利的13% 获利的13% 我这边先定义一下了 如果说卖出去超过10%的话 我们就称为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那这档股票的话 三开头零结尾的 那获利的13% 就是大获全胜 这样子 大家应该知道是谁 那另外还有一档股票 四开头一结尾的 那我们今天也定了一个价钱 把它卖出去 那获利的11% 获利的11% 也是大获全胜 那今天一共 那卖出去的三档股票 那目前为止的话 资金的部位我们也把它回收了 那我们有赚钱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赚钱的部分也把它放口袋了 也就是我们会准备下一次的 这个标股的一个布局 那今天再跟大家谈到一档股票 我相信大家应该不会忘记了 它是代号2363的什么系统 系统这档股票我们之前是大获全胜的 很多老师 很多的一些投资人 对于严老师这档股票的一个操作 我相信也有留下很深的一个印象 但是我这边必须要告诉大家 它的股价从16块钱一路创高 到9月1号的时候 它是来到38块钱 也就是说它从16块钱一路大涨到38块钱 这个股价已经怎么样翻一倍了 其实翻一倍的股价操作难度真的是很简单 那只是说你从9月份开始 这整个月这个股价都是在高档震荡整理 一直到了今天是10月11号廉价结束之后 今天的一个股价开始做出个补量上高 你说今天成交量很大的话 我觉得还不会 今天成交量大概也才10万张 那看到它的股本是大概75亿的股本的话 这10万张我觉得那还是小case 但是今天的一个股价 那请注意到它是属于一个开高 直接小拉回就直接冲上去了 那甚至尾盘的时候已经涨替盘锁了 有11万张 有11万张 也就是说它今天成交量是10万张 还有11万张是买不到的 那我相信如果说你是我们这个news酒吧 这个忠实的一个听众 甚至说你是岩老师的一个会员 还是说你在line的部分 你已经有加入了 我们把时间点往回推 这个8月的三贯网拉回找买点 大户中十户最爱的 你要反败为胜的翻转股 一定要大买特买加油 那这张股要在8月17号送给大家的 拉回快上车 那就是2363的一个系统 那岩老师还怕你买不到 我在这个8月23号 这个对不对 8月23号是那个什么 金门对吧 这个五零头大战 那一天的话 我老师又送了第二次的资料 叫做系统的接班人 那当然有人说 老师系统的接班人是不是系统 那你答对了 那这样股票的话 我限定了60秒 那我还在这份资料里面跟你写得很清楚 到底是要涨一倍还是涨两倍 结果现在是 对不对 翻倍了 那现在来到主身段了 也就是说你在这一个月里面 其实你不用去太注意到这张股票 因为它没有涨 但是最近的一个行情里面的话 我反而看到这张股票 它可能会走主身段 所以说我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会适当的提醒你 如果说这张股票 你有拿到的 包含在这个8月17号 跟8月23号你有拿到的 那你都可以 来跟我们来做出一个验证的一个动作 也希望你赚钱 那今天的行情的话 上涨了150点 但是很多人没有赚到钱 因为上涨的是什么 台积电 台积电涨了12块 上涨的是联电 联电涨了1.7元 真的扣到这两档股票 其实就是属于个股上面的一个表现 那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你今天会发现金融股开始上涨 而且金融内股的话 它的指数 它的K线图是属于一个日K线是连三头 代表说这个地方 其实有大人开始进场了 还有这个所谓的台积电跟联电 那只要有大人进场的话 这个大盘的一个趋势就是偏向在多方去操作 多方去操作 那如果说你手中有这些金融类股的 包含这个国泰金也好 永丰金也好 开发金也好 其实今天的股价表现都不错 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是认为赤股续胞就可以了 那今天其实最强的就是两个族群 第一个族群是IC设计 IC设计的话有三厂股票涨停反 包含系统创意跟这个细微 它的目前为止 我所看到的话 它是属于一个多方格局 还包含我们手中 这个特别会有的联发科 其实联发科的股价 你随时都可以卖掉 你随时都可以赚钱 那今天有谈到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族群 其实也不叫新的 那只是说它很久没有涨了 那就是所谓的军工干颜股 那有人问老师 军工干颜股的话 到底要怎么选择 他问的是说 老师我到底是要去买那个很强的 还是要买那个没有涨的 那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要看你的操作的习性 如果说你有耐心的话 你就买那种低位阶的 跌无可跌的 回档修正的 已经结束的 这些所谓的军工干颜股 你像今天的讯星KY是拉回 金刚的话也是拉回 但是幅度都不是很大 那强很强的格局里面的话 有三档股票 包含这个全训在内 包含这个八冠 还有所谓的雷虎 大家都知道这个尾巴中途 目前为止 无人机在使用的部分的话 应该有上机 还有所谓的防弹背心的部分的话 那目前为止的话 防弹背心就是有八冠在制造 这个相关的一个军工 那无人机的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以雷虎 这档股票为代表 所以说虽然说今天的一个军工干颜股 好像涨跌幅 这差异性很大 但是你可以以雷虎 还有八冠这两档股票 来作为一个指标性质的股票 那我先帮大家整理一下 那你未来的操作 第一个你要看大盘的一个趋势 大盘在今天的一个走势里面 有转强 但是讯号不是很大 那你要持续注意到 明天的一个大盘的一个成交量 有没有还是有没有机会 放大到三千亿以上 如果说还是有办法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认为你要偏多来操作 那回到个股的话 还是属于个个股上面的一个选择 那如果说你选择是创意也好 你选择是联发科 你的选择是系统的话 我相信的话 这个今天的话 这个成绩应该是相当的不错 那我们这边还有几档新的股票 新的股票 我也说希望大家 能够跟严老师共相胜举 共相胜举 那目前为止的话 这个联发科已经达正了 那我们未来的话 也尽量就不要去谈到他了 因为我认为创新高了 完全是公开透明化操作 无人探紧点后 那新的一个标的里面的话 请大家注意到 那低润的族群有没有机会 绝对有 机会很大 今天的南亚科也有 华邦店也有 股价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 我个人也是非常看好 这个金豪科 还有包含这个威刚的一个股价 我认为短线上面的话 创新高拉回的话 我个人认为的话 以长线的一个布局角度来 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注意到这张股票是2465 2465的它叫做利台 好那为什么要注意到这张股票 其实这张股票的话 它在10月6号这一天的话 那外资是站在买方 那它也出现所谓的带量突破 所以说这个股票的话 要列入到你的 这个选股的一个范围 那今天的话是直接跳空 虽然说短线上面可能有去回补这个缺口 但是它在盘中 这个优余 这个多方控盘 这个买超比较积极 这个股价又来到了今天最高点 来到涨停板 而且尾盘的话也锁了6000多张 股价在今天上涨了4.25元 那股价来到涨停板 46.9元 股价再创波段新高 好那严老师以这张股票 用技术分析来看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当然它就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这个地方你要怎么样拉回找买点 好那你会发现 严老师好像也蛮保守的 老师也不会叫你去 做出个最佳的一个动作 其实这个股票你要去注意到 之前的话是强势多方表态 一路的大涨 这个涨幅的话应该超过两倍三倍 但是修正的幅度也是相对的大 所以说这个地方操作的话 我们比较倾向说 在所谓的稳健操作 那节目进行到这边的话 要提醒大家 你手中有AI概念股的话 你今天就不用客气了 电话直接播也可以 你直接加LINE 直接在LINE里面问我的话 我相信我今天一定会直接回答你的问题 那如果说你对严老师的一个操作上面 你是有信心的话 那严老师也诚实地邀请大家 希望你能够加入严老师的一个所谓的团队 因为未来的一个操作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标股 我们希望跟大家一起来 来到股价市场里面赚钱 如果说你单打独斗的话 有时候这个情况对你不见得很有利 那所以说我们的团队 永远欢迎我们这个news98 亲爱的投资人 那严老师今天的一个诚意满满 绝对会让大家很满意 很满意 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其中 好的 感谢老师 好听的朋友呢 持续的收听的话 应该会知道老师的近期 给大家的重要提醒 就是有关于AI相关的这些股票 都一直关心大家之外 那么另外呢 还有这个点名到 这个2454的联发科 我们也看到他一路的就涨上来了 也恭喜老师的家族朋友 这个特别的家族朋友 买进了这档股票 今天老师呢 也获利了调节三档股票 那么其他关注的这些股票的部分 就邀请大家 任何疑问 就欢迎听众朋友呢 可以再进一步来电咨询 如果想要自行操作 就要自己颜色自己的几率咯 希望听众朋友 也给自己跟老师的一个机会 利用稍后的资讯 绝对会让你很开心满意的活动咯 好 事业关系 就感谢我们论源头顾 手机分音师 叶一鸣老师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不知道今天您的操作是如何呢 好了 是呢 今天开放给大家一个 超值大游会活动 就是呢 最低门槛 一加六 自动升级的方案哦 听众好朋友 只需要先付一个月的减讯费 先赚再说 机会只有一次 错过了 可能要再等一年哦 速播服务的专线 来电了解 不用客气 0223219933 0223219933 或者是加入老师的LiteID 小老鼠 小写的A518 小老鼠 小写A518 重要资料都在里面哦 祝大家操作顺利 任何问题都欢迎咨询 0223219933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